那么县议会的总咨询当中 县议员魏嘉贤则是针对花莲的行销 传业辅导以及偏乡老人等等议题提出了看法 花莲市美轮山米老鼠过去在疫情期间 曾经戴起口罩一度掀起话题 县议员魏嘉贤认为行销不用砸重金花大钱 只需要善用巧试配合地方独有风貌就能产生流量 而海洋也是花莲珍贵的资源 希望县府能够辅导产业建立品牌 并结合观光来提升花莲的产值 藉由非常各种不同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把花莲行销出去 比如说像米老鼠或者是一颗很好躺的石头 就已经红遍全国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花莲最重要的蓝金海洋生成水 那过去十几年来 那当花莲县政府早期在推动的时候 曾经是轰轰烈烈也是全国瞩目的一个焦点 那现在我们还是希望 花莲县政府能够一起来协助这些产业 能够再提升 那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品牌 介绍给不只是国人 是全世界了解到海洋生水的重要性 那再来就是人口老化的问题 那人口老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安问题 那在花莲县 20%的人口都已经是老年人口 那么未来要怎么样做 中期长期的一个计划 那再来极端气候的影响 我们知道这几天因为11月份罕见的台风 造成了很多的大型活动停止 那我们真的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极端气候的因应 每一个单位都应该提早来预防 另外县议员薇嘉贤也针对人口老化 偏向医疗分配 长照体系建制 及智慧农业专区推动 等多项议题进行讨论 希望县府能为花莲人民创造更好的经济及生活环境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的同时 也进一步拓展产业链 让资源优势真正发挥作用 记者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